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20-21赛季,CBA早已开始。 随着联盟对于外援限制的增多,越来越多的国内球员开始在联赛中展露头角,尤其是后卫线上,除了老一辈的郭艾伦、西热力江外,像吴钱、孙明辉和胡明轩等都逐渐进入球迷的视野。 不过,这次我们要说的都不是他们,而是一位在未来有可能冲击CBA第一空位的球员。 他就是山东南兰的高师岩。高师岩,身高186厘米,私职空球后卫,他出生于辽宁,同时效力于辽宁南兰。 今年休散期,辽兰为了补强内戒,给韩德军找替补,特意用高师岩和郭旭作为筹码,从山东纳租借来朱荣镇。 在当时,球迷以为这将是一笔双赢的交易,但回过头来看,辽兰无疑却亏。 朱荣镇身高218厘米,私职中锋,辽宁南兰本以为他能作为韩德军的替补,为大韩分担一部分压力,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 晋级场比赛,朱荣镇经常打几分钟,变4-6贩,比如说对阵新疆,他上场4分钟,怒领4贩,打江苏,他上场8分钟,最终6贩离场。 而反观辽宁南兰,送出的高师言,那对于山东队来说,无异于雪中送炭。 山东南兰,在张庆鹏退役后,球队急需控尾。 小高来了之后,龚小兵指导,直接让他打手发控尾。 面对龚指导的信任,小高也是,没让后者失望。 他打了16场,场均上场39.5分钟,能得到16.3分,7.1篮板8.8,助攻4.1抢断,命中率42.4%,场均1.6G3分,3分球命中率41%,其中场均得分排在联盟第18,篮板排在联盟第13,助攻排在联盟第3,抢断排在联盟第1,就个人数据和场上表现来看。 小高已然成为了联盟顶级控尾。高世炎有着非常不错的攻防能力,同时传球组织都不错,近三场比赛,他的表现简直让人看为观止。 成为了首位单场砍下30分,且还能送出15次,助攻以上的球员,对阵青岛,上场40分钟,再次砍下15分,13篮板13,助攻3抢断的三双数据。 三场比赛,场均能砍下20分,10.3篮板13.3,助攻3.7抢断,并带领球队三连胜。 说实话,小高这样的表现,一点也不逊色于郭艾伦和无浅。 如果他能够,继续这样保持下去,别说真正成为,CBA顶级控尾了,就是成为,CBA第一控尾,我都不觉得惊讶。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